受新冠疫情影响民众捐血意愿低 加上近期确诊人数攀升 也让全台学库跟着吃劲 根据新闻报道 台湾的学医安全库存量仅剩个位数 透过活动的举办 南德县彰化同乡会期盼更多人投入 缓解防疫期间学库缺血的燃眉之急 办捐血活动还是由世界总会 本身就有传承下来的 所以各地方的同乡会都会固定的办 办捐血活动 其实应该讲说 目前的话都是很缺血 除了目前的状况来讲 也感谢我们现场的民众 他踊跃的出来缺血 缺血应该缺血的话 不是今天才缺血 那是每年每一个时间 都希望民众大家踊跃过来缺血的 缺血助人是最快乐的事 而且缺血也有益身体健康 每代鲜血都扮演着 缺血救人的重要角色 改会每年都会定期举办捐血活动 当天也吸引许多民众共襄盛举 两个月捐一次 因为想说可以帮助别人 就可以帮助到更多需要用血的人 也是本来就有定期在捐了 最大的就是要帮助别人 已经捐了102次了 只要有空的话 身体许可我都会来捐 促进我们新陈代谢 县远蔡明轩表示 此次台湾面临最严重的血荒 也希望透过社会公益团体的抛砖引玉 邀请热心民众一起响应 用温暖的血液和爱心 使无数病患的生命得以延续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捐血的民众 都有稍微的来做一个减少 也要感谢我们热心的公益团体 一起来响应 主要就是要呼吁我们的善先民众 虽然疫情也是鼓励大家 在做好防疫的状况下大家一起来捐血 我要大家踊跃 奉献你们的爱心 让我们需要 真的需要的血的 我们的病患 都可以得到最好的一个治疗 落实捐血一代 救人一命的热血使命感 南德县彰化同乡会 每年接举办全国性的捐血活动 号召民众一起晚秀捐血 招服无数的伤病患者 奖励坚协活动战 七甲洪一伦巧屯采访报导 好